我们人来到人间走一遭 你到底想拥有什么 你为何要负担这么多呢 你要负担多么的痛苦 多么的忧伤 多么的烦恼 多么的寂寞 这就是人 要负担很多快乐在哪里 苦在哪里 等到你两腿一蹬的时候 苦又在哪里 快乐又在哪里 自心明白 自己心里最明白 什么都是假的 都是无常的 只是心是没有一种感受体 没了 心里没有感觉 人要走的时候 心里没有一种感受体的 只有你在人间 还没有走之前 已经觉悟了 你才能真正体会到 是是而非的人生 好像活着又好像死掉一样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一样 所以人的心很奇妙 你看我们人的心奇妙吗 有的时候一会儿开心了 你跟他讲话 听说他不开心啊 没有啊 我刚刚跟他讲话 他很开心啊 怎么后来又不开心了 神经 什么四季啊 为什么 一会儿得到一会儿失去 一会儿得到快乐 一会儿失去了 这个快乐 一会儿得到悲伤 一会儿失去悲伤 人就是在得到和失去当中 在选择和没有选择当中 在痛苦和快乐 在痛苦和快乐当中 一直在度过的这些无偿的日子 这些无偿的日子 所以 人意念 一会儿清静 一会儿佛造 都是外境给你们带来的影响 有一次 有一位年轻的比丘 他呢 停留在一个村子的经手的时候 经手的时候 有个人呢 就供养他两件夹杀 过去呢 供养什么都有的 就像现在对法师可以供养餐 对不对啊 那么有的呢 家里正好有夹杀 供养给这个年轻的比丘 这个出家的和尚 来我给你两件夹杀 法师可以接受供养夹杀的 那么供养夹杀之后呢 那这个比丘呢 就决定把其中一件 供养给长老比丘 长老比丘 长老比丘呢 就是他的那个长老 就是庙里的长老 就是我们说的是师父 这个师父长老比丘呢 是他的舅舅 安居之后呢 安居之后呢 他回来之后呢 年轻比丘呢 就去找长老比丘 就跟他说 师父 其实他舅舅 他把袈裟呢 供养给长老比丘 给这位老比丘 这个长老比丘呢 说自己的袈裟 哎 我已经够了 我有很多袈裟了 他就拒绝了 年轻比丘呢 多次恳请 但是长老比丘 坚决拒绝 不要 他就说不要就不要了 年轻比丘 非常的伤心 认为舅舅 不接受他的袈裟 是不喜欢他 所以你们自己知道 现代社会当中 你送给人家东西 人家不收 你不舒服的呀 你诚心诚意 送给人家东西 人家收下来 其实对别人的一种尊敬 听得懂吧 尤其有些人 人家送你一样东西 先看一看 不要不要不要 你说人家丢脸吧 如果你不要看 你就说不要了 你什么都不要送我 那另外一个概念 看一看 哎呦 不要不要不要 你说人家丢脸吧 人家送你什么东西 都要满心欢喜 因为这是一份礼 一份心呀 你不要人家不开心了 你看这个小比丘 他就很难受了 他就觉得 舅舅不喜欢他了 他甚至觉得 既然舅舅坚定地拒绝 和他共享必需品 加上是我们必需品吧 和尚要用的吧 他想还俗了 你舅舅这样 我就还俗了 你不喜欢我 我跟着你干嘛 还是去过自己世俗的生活吧 就不出家了 从那个时候呢 开始呢 他的心念纷飞啊 哎呀 还俗之后怎么样怎么样 念头乱飞啊 思绪紊乱 心中想着 哎呀 我还俗之后啊 我就去卖掉架杀 买一只母羊 然后快速生育 养出很多小羊 有足够的收入 然后娶妻生子 他再携带 妻小 妻子和孩子 搭车 再回来探访他的舅舅 再到庙里来 再看舅舅 你看老婆 孩子 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有 他甚至想啊 在路上啊 他会告诉妻子 说 由我来照顾孩子 但是妻子呢 非要叫他驾车 不要管孩子的事情 但是呢 他呢 坚持要照顾孩子 他就去抢孩子来照顾 结果孩子掉下了车子 被轮子撵过 他非常的愤怒 拿棍子就要打他的老婆 其实这个时候 他都是想象了 他正好用扇子啊 在帮他舅舅啊 在善良 由于他的胡思乱想 他就拿着这个扇子啊 这个不小心啊 他因为在想嘛 他拿个东西打他老婆嘛 结果拿个扇子 就打了他舅舅 就打了他舅舅的头了 打了他舅舅的头 那个长老比丘啊 非常有智慧 这个长老比丘 他很厉害的 这个长老比丘啊 他明白这个年轻的 他的侄子的信念 这个长老比丘就跟他讲了 讲什么呢 他说 你自己不能打老婆 你打我干嘛 因为长老比丘知道 他在想什么 这个年轻的比丘一听 他的舅舅 长老比丘这么厉害啊 十分惊讶 马上拘处不安的 立刻就离开了经舍 但长老比丘 却设法带他去见了佛陀 你看那个时候佛陀在世啊 他们多么的幸运啊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就把他带去见佛陀了 这个真的 真是非常幸运 佛陀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之后 你看佛陀 这么伟大的佛陀 你看他多谦虚啊 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佛陀呢 就很仁慈地告诉年轻的比丘 他说 人心旁骛不定 人的心啊 不能啊 旁骛不定啊 就是不能飘摇不定啊 不能杂念纷飞啊 即使是遥远的东西 就是告诉你 就是在很遥远的东南西北 太遥远的地方 你的心都会胡思乱想 就都能一会儿在东面 一会儿到西面 你看你心会跑得多远 所以人应该努力使自己在贪嗔痴 三毒中解脱出来 贪呀 刚刚那个 这个小比丘不是叫贪心吗 所以要解脱出来 你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好 今天师父呢 就跟大家 开始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能够学佛精进 能够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 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 外面的环境再怎么变 自己的心要鲁鲁不动 心要定得下来 你的心静才能卤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